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得漂亮 活得漂亮 想得漂亮的家伙都是狠角色 如果一个女人没有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大概率是因为她不够狠 很多时候你有多狠心 生活就对你有多温柔 因为只有心狠 才有资本 有能力掌控自己的人生 有人说你总要接受这世上突如其来的失去 比如撒了的牛奶 遗失的钱包 断掉的友情 走散的爱人 在面对一段不合适的感情时 不委屈求全 敢于及时止损 才是获得幸福的关键 以前看过一个女性婚姻讲座 其中一个嘉宾的观点让我印象深刻 现在很多人在婚姻里把日子过反了 正确的婚姻节奏是结婚要慢 离婚要快 但现在很多人都是结婚前不够了解就结婚 结婚后面对垃圾婚姻却蹉跎半生也不敢走出来 确实如此 这让我想到了之前读过的一个故事 一个妻子发现丈夫出轨 她跟丈夫大吵后很快冷静了下来 她想我的人生已经完了 但不能毁了孩子的 等孩子大一些再离婚 但这件事就像吞了苍蝇一样难受 每次看到丈夫她都要大吵一架 结果就是没等孩子长大 她就生病了 乳腺癌 这样的事在生活中屡见不鲜 明明彼此厌恶 但为了孩子就是不离婚 明明已经过不下去了 但怕离婚后找不到更好的 还要继续一块生活 明明不想见到对方 但想到都忍了这么多年了 就选择继续忍下去 不合脚的鞋就脱掉 不合适的人就放手 这样才能将损失最小化 在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 当贺涵跟唐经摊牌 自己爱的人是罗子军的时候 唐经一边将戒指摘下来 一边用颤抖的声音说 戒指很好看 但我可以自己买 面对爱人的背叛 她用极其潇洒的态度送对方远走 当你发现自己在一段感情里 努力付出却没有回报的时候 当你发现自己倾注的真情实意 被白白糟蹋的时候 请狠心放手 不把错的那个人请出你的生命里 你永远不知道 遇见对的人可以有多幸福 家庭教育研究者张震鹏认为 吃苦是孩子成长道路上 必不可少的加油站 是孩子踏上人生的光明大道的必须 好的妈妈都舍得让孩子吃苦 而单亲妈妈邹宏彦 就是因为肯让孩子吃苦 把脑瘫儿子丁丁送到了哈佛大学 由于生产时宫内窒息 丁丁出生就是中毒脑瘫 在练习用筷子吃饭时 丁丁经常觉得受挫 会摔筷子哭闹 这个时候邹宏彦就会打他 家人劝不会就不会吧 邹宏彦很坚持 我不想他长大后 每次都要向别人解释 为什么不用筷子 从三岁起 邹宏彦就开始带着丁丁 到医院做康复训练 每两天一次 风雨无足 康复训练要承受很大的痛苦 丁丁耐不住疼痛 有时向妈妈哭求 能不能休息一次 邹宏彦每次都是狠心拒绝 今天有这样的理由 明天就有那样的理由 不能开这个先例 在他的严格要求下 丁丁远比其他患者康复得更好 以660分的成绩考入北大 后又考上哈佛 而能让他逆天改命的 正是妈妈的狠心 在原来如此 日本妈妈这样教孩子艺术中 讲了这样一件事 天气寒冷时 有的孩子不愿穿外套 妈妈就会跟孩子确认 不穿外套很冷 你可以吗 孩子如果说可以 妈妈就不再勉强 这在中国妈妈看来似乎太过狠心 可日本妈妈却自有道理 要让孩子学会承担选择的后果 那些我们曾经历过的风雨 孩子也会再次经历 纵有千般不舍 也要让孩子学会吃苦 这就是生命的法则 要知道温室里长不出苍天大树 胡同里也练不出千军万马 不舍得让孩子吃苦 他们又怎能学会独立 又怎能抵挡生活中的风风雨雨 某部电视剧中 新元节一扮演的职场女性 深海金 让人印象深刻 她没办法拒绝别人 面对别人的请求或指使 她的回答总是好的 老板知道她脾气好 每天要五喝六地塞过来 一堆不该她负责的工作 同事知道她不懂拒绝 也把烂摊子通通甩给她 她们的说辞都是 你能者多劳 不管别人退给她什么工作 她都会硬着头皮 凭借无限忍耐力 把任务做好 而且还要面带微笑 学不会拒绝的女人 最容易受委屈 因为你总是想要讨好别人 小心翼翼地讨别人的喜欢 可是大多数时候 你越是谦卑 越是得不到别人真正的尊重 苏存说 要做一个心狠的人 这不代表你不善良 而是关键时刻懂得决断 该帮忙时帮忙 该冷脸时冷脸 这样才能保证你善良而不被欺 面对无法答应的请求 坚定的拒绝就是自己的底线 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你帮了别人什么 而在于你拒绝了什么 太宰智在《人间诗格》里说 我的不幸恰恰在于我缺乏拒绝的能力 我害怕一旦拒绝别人 便会在彼此心里留下于无法愈合的裂痕 不懂得事实拒绝只是一味地忍受和答应 只会让人觉得你廉价 进而无耻度地索取 有一句话说得很有道理 别不好意思去拒绝别人 要知道那些好意思为难你的人 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人 拒绝是尊重自己的底线 也是让你变得更珍贵的武器 有人说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 你可以随意飙车 因为真正对自己狠的人并不多 那些又美又幸福的女人 都是舍得对自己下狠手的人 陈述被董卿评价为优雅女人的典范 她气质优雅举止温婉 一见旗袍上身就能让人觉得风华绝代 但她的优雅不是天生的 小时候的她小眼睛单眼皮塌鼻子 连妈妈都说难道把孩子抱错了 早年她出来演戏 导演评价她戏不错 就是人长得丑点 她不服输 既然父母没有给到我完美的造型 那我可以靠自己去争取属于我的美 所以从这之后 她就开始研究造型 研究自己哪个角度会更好看 什么样的妆会让自己显得更漂亮 陈述有着自律女王的称号 不管是什么时候 她每天都会坚持半小时的瑜伽时间 11点准时睡觉 6点半起床 睡前也一定会进行半小时的护肤 连口红也会用标签归类好 就算是拍戏拍到很晚 她在休息前也一定要坚持她的护肤工作 正是因为这种自律 42岁的陈述依然美得不可方物 董明珠说 对自己狠一点 逼自己努力 再过几年 你将会感谢今天发狠的自己 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 女人终其一生 最要紧的是 永远都是经营好自己 只有勇敢地跳出舒适区 才能告别你本平庸无光的人生 对自己狠一点 不是跟自己过不去 而是外容内刚 做事专注又韧尽 当内心有了固守和坚持 就会像咬定青山的松白 一直傲双斗雪 一直向阳而生 温暖而有力量 一个活得精彩的女人 背后都有一个狠心的自己 这里的狠 不是为人做事张扬 语言咄咄逼人 而是内心的安定与从容 生活态度的清晰和明确 有人可依时做个公主 无人可靠时做自己的女王 一个人活成一支队伍 人生就是不断地重复心狠 又重复幸福 终有绿洲摇曳在沙漠 愿你做一个狠心的女人 有尊严 有底气 有原则 不卑微 不迁就 亦不迎合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